大家好,我是小林 这个视频给大家跟进一条房地产方向的新闻 就是楼市 最近楼市它是各种爆雷 各种的公司的倒闭 或者说资金链的断裂 什么成都、四川 那边有个蓝光地产 恒大、融创一丢的 都是出了各种问题 保能 想当年那是气吞山河 把万科都拿下 成为万科的第一大股东 现在江河日下 资金链也出现很大的问题 大家也是广泛关注 毕竟很多朋友自己也买了房 或者说行业跟房地产 楼市相关的人也不少 都不少 而且你说买了房烂的 都不少 都不在少数 除了跟进新闻以外 我们这个视频 还想聊聊很多 关于判断楼市的误区 比如像有很多频道 也谈到楼市的问题 像王健老师 我今天拍了一个视频 叫做楼市崩盘会怎么样 这个视频拍得很好 王健老师一直以来 这个常识这个方向 我觉得是做得很好的 就总体思路还是不错的 但说到楼市 我还是有不少东西要补充补充 所以就他那个频道里面 也是直播的嘛 有很多人交流 我看到很多网友 对于这个楼市的判断 还是有很多很多的误区 比如中国政府会不会反过来 护盘呢 什么什么一二线城市 三四线城市 我觉得我还是给大家双上课 双上课 不要太谦虚是吧 这个楼市还是很专业的 那先说说 就我还是很专业的 先说说这个新闻吧 新闻就是中国华勇 像宝能旗下公司 追债40多亿 这个华勇本身自己都一身骚啊 他去追宝能的吧 那很正常 这你就反映这个经济是这样 他就非常正常 一荣俱荣 一损俱损嘛 你没钱的时候 他也没钱 你也追 他最容易吵架的了 就是你借了他钱 我要还了 我也急啊 你快点还我呀 对不对啊 我现在我自己也保不住了 但是他也没钱的 就最容易吵架的了 是不是 我说这个经济危机 就是这么来的 你也急 他也急 之前我好心借给你 你现在我有困难 你不还给我 然后他 你也困难 他也困难 债主都困难了 当然债务人更加困难了 对不对啊 所以就 就是这么麻烦 小到个人也这样 这个你看大到公司 都是一样样的 9月10号宝能系底下的深圳物流集团 深夜物流 深夜物流 就中国华融正向其股东巨胜华 追溯一笔40多亿的贷款 哇 这些老板数目都不少 那2018年12月31号 华融和云南信托签订合同 约定华融将50亿资金交付给云南信托 给巨胜华 当时这个巨胜华就是用来去排万科的啊 当时就就前海人寿啊 巨胜华这些 就是特别能融资的 就都是宝能旗下的一些子公司 你现在去看万科的股东应该还能看到巨胜华吧 啊 前海人寿这些应该都是姚振华的底下的企业 然后反正现在就到期了 利息就8900多万了 啊 就42个亿 反正现在让让他还钱 华融现在已经被中央控制了吧 然后就拔出萝卜带出离啊 整了华融呢 现在也惹出了这个宝能的问题啊 就就这个新闻其实不大不小啊 但是你看出现在楼市的问题不会是只有恒大有问题 后面都会出问题 比如像碧桂园 这些其实问题都很大的 我说了就是因为顺德这个地方呢 还是比较好生好气的 而且就本本来底子比较厚 顺德土豪嘛 都是南攀顺 攀鱼啊 那边底子都比较厚的这些地方 但是你说时间熬长了会不会有问题 都会有问题 深圳都会有问题 还说你顺德呢 所以一出问题了 如果像碧桂园这种出问题 我告诉你 那不了了 碧桂园出问题就整个顺德都出问题了 我告诉你 那是里面都是盘根挫折的 像碧桂园这种就整个顺德都不行了 我告诉你 如果碧桂园一出问题 所以里面 我说了以细胞者性格 只要他不转弯 后面问题都大大的 那里面 我就想顺便就给大家梳理一下 就是关于很多楼市 有很多探讨啊 然后这个中国楼市崩盘的话 怎么个崩盘呢 里面我给大家梳理 所以首先我看了看了黄建老师的节目呢 我主要根据他这个节目来说吧 主要还是没抓住一个点 就是什么呢 中国的楼市一直以来都是多诡制的 对里没有抓住这一点 那还是sometimes naive 还是sometimes naive 就是中国它不是个纯粹市场经济的这么个地方 它是办计划经济 也就是搞了所谓改革开放 也是办市场经济 包括楼市 甚至是股市 它都是多诡制的 它里面分为什么国有股 分为有一些叫股改啊 这个2000年的时候搞了个股改啊 2005年啊 开始全面带个G嘛 就是有一些什么 一级市场 二级市场 它都有多诡制的 你的股票 那可能成本是二级市场买的 人家的可能原始股是一块钱买的 那都不一样的 这个楼市也是一样的 要抓住它多诡制的这个特征 也就是什么呢 它是有多种价格的 你看到的现在比如指导价 政府指导价是一个价 那实际成交价 那又是一个价 我说实际成交价 那是每一套房都不一样的 像那个人如果一来啊 问你房房价涨还是跌 或者说什么这个房多少钱 这个小区多少钱呢 基本上这个人是knife 它对于楼市还不是说非常了解 因为一个小区 不同的楼层 不同的朝向 那些都不一样价钱的 有时候可能也还差很远的 如果你是楼梯房的话 有些没电梯的 你可能高楼层要走楼梯的 或者说是低楼层也差很远啊 所以就真的不是开玩笑 所以一个它价格非常分裂 里面收税的根据 我之前说了收税 它有税局里面评估的价格 税局评估的价格 跟你成交的价格可能是千差万别 我举过很多次了 以前广西是过4000多块成交的房子 它12000给你收税 税局有一个根据 然后现在银行评估有一个根据 所以以前我们深圳搞什么叫三价合一 五价合一就是这么来的 因为它有几个价 还有挂牌价 实际成交价等等很多个价钱 而且这些价钱完全割裂了 有时候做双合同 三合同 甚至四合同 中国就这么个屌毛地方 所以凡是沾了中国 那个问题都变成特别复杂 跟人家外国不一样的 就一套 外国一套就一套 中国特别屌 又说什么假离婚 搞一大堆 所以你看到呢 这一轮下跌 它一个最大的诱因是什么 你看回来最大的诱因呢 还是去年 2020年11月31号 就晚上推的那个叫房地产贷款 集中度管理 就是抑制房地产贷款 这个是最大最大的一个诱因 这个影响深远呢 我告诉你 因为我最近一直有朋友在卖房 他们卖房 我一直有问他们情况 因为很多人也咨询我的意见 所以我一直有指导他们怎么卖 哇 我听他们的情况 我也是够呛 基本上今年六月份之后 就放不了款了 都是等着明年的1月1号 都没有贷款下来 别想了 都没有 现在没有 你后面那几个月到年尾了 你更加别想 想都别想 就等1月1号 你就放心等1月1号就行了 所以我有一个朋友 我叫他你准备好 就吃他首付 有一个他签了个合同 是三个月内要给尾款 现在银行下不了贷款 我说既然他下不了贷款 你直接吃他首付 我说了 你干脆这样 把他首付吃了再卖 不然你后面出出好多问题 我都跟他这样说过 反正会引起很多纠纷 以后因为明年1月2月份 一放款就把今年累积的单全部做了 明年只会比今年更紧 因为他当时的这个集中度新规一出来 他就是每年有个缓冲 他后面会更加紧更加紧 以后就每年就一二月两个月能放款 每年放两个月 你今年前两个月放不了 你就再等一年 以后每一年房子就两个 就每年可能就就连连出那个窗口期 你出不去就一年都出不去了 以后都这个得性 因为现在放款都拉到六个月七个月了 那基本上也就大半年了 再算上你前期看房 再算上你前期可能做材料 过户等等 给首付等等 所以现在卖一套房 起码那个战线拉得特别长 没有一年出不了手 以后而且碰巧明年细胞纸就登机了 哎这又是个巨大的不确定性 他登机之后了 就现在都玩得这么欢 等他真叫做连任了 就更加不得了了 后面细胞纸 他会完全按照他自己的想法来做 明白没有 就现在有时候 他发个文章里 还有人怼他 党内还有人给他穿小鞋 但是等他真正的班军登机之后 就更麻烦了 所以你从这个 你树立了这个思维 现在他这个指导家 就是指导了什么呢 就是指导了贷款这一块 所以就抓住贷款 这块就把你整个就打下来了 成交完全衰竭 衰竭了之后呢 就有人急受啊 不可能铁板一块啊 对不对啊 有的人急着要钱 有的人出国 或者有的人离婚 对吧 有的人可能因为各种原因 那就急着要卖 对不对啊 急着要卖 那他可能就弄出去了 那这样格就被打下去了 所以现在有几波 风险要释放 这些风险不释放完 你别想啊 首先第一波就是 之前炒房的这些全部会爆 炒房的先爆啊 全部会爆 这一波他他们因为 本来就供不了的 很多就刷卡来的刷卡给首付 然后再做按揭来的买房呢 这些全部会爆 那先爆了这一波 这一波还早呢 还早 基本上今年年尾会集中爆一波 那就是炒房的这一批 炒房的这一批全部爆掉 会砸下来很多 砸一半差不多 因为本来二手房参考家就七折了嘛 然后他急着要卖 他宁愿把它断掉 不然他他死跳楼都不得了 我告诉你 所以就 这爆掉一波就打下来 第二波还会有第二波 第二波是什么呢 现在所以你要看 第二波就是因为经济太差 本来他表面上看上去 可以供得了的 但是供得了的这一批 他可能因为整个房地产爆掉了 他本来供得了也变成供不了了 那明白有这么一批人 这是第二波 就是他看上去像刚需 但实际上也不完全是刚需 他实质上可能失业了 看上去本来计划做得挺好的 但是现在一下子可能公司倒闭了 可能是个培训班的老师 本来收入还挺好的 一个叫英语的 那现在全部搞掉了 对不对 这是有可能又有一批 所以这两批没过滤掉 你甭想还早还太早 但我刚刚说了多鬼子了 你理解好多鬼子呢 你就知道 中国政府会不会反过来护盘呢 不会 我告诉你不会 因为他的价格跟你的价格是完全割裂的 我刚才说了 广西他可以你四千多块成交的房子 他按照一万二给你征税 也就是不会影响他的那个什么 而且就是你说他收税没影响 我告诉你会不会影响银行 不会 银行有他自己一套 银行的评估价不跟你的就行了 你爹的产是因为你急着要卖 但是每个人都急明白没有 所以就这样搞下来 他就几个价是分开了 变成一个多鬼子 我们以前叫双鬼子 价格双鬼子 体制类就体制类一套 体制外一套 体制类可能买个馒头一毛钱 你还别说现在都还有 我记得我去深圳市委 那个纪委的朋友行我吃饭 以前他在里他们机关饭堂 那个馒头 那这深圳什么物价呀 他那个馒头可能才几毛钱一个 是吧 这多股 就是双鬼子嘛 之前很多这样的新闻 就是机关饭堂 那么两块钱吃饱 那么又有虾又有鱼 不一样的 就完全割裂的 习包子就回到那个价格的双鬼子 所以你讨论崩盘 跟讨论崩盘之后 中国政府会不会出来 互盘这些之前 你先回到多鬼子来思考这个问题 就你才能完全搞清楚 就是你死了 但是政府没死 明白吧 就是政府没崩 你崩了 因为可能你急 你本来不急 但是可能也变成急 这很难说的 对不对 所以反正抄底的还早 抄底的还早 然后呢 我看到很多人还是有这个误区 就是一说呢 拿出一二三四线城市出来说是 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肉质的一种说法 很多是纸上谈兵 我之前说了纸上谈兵 就现在你不要再拿什么一二三四线城市出来说了 有些很可能它是不在国内 它是纯粹也是纯吹水 你现在不要说一二三四线 没有谋一级高宅权 就是不要吹这一套了 现在它不是给你玩的市场经济 基本上你说的什么一二线城市这样 你还是一种市场经济思维明白吗 就是一二线城市我知道 它经济好一点 但是你不能以市场经济的思维来思考中国的楼市了 我都说了 它已经回到那种计划经济的模式了 那计划经济的模式呢 它就没有所谓一二线城市了 都得往实力管 那现在还有一些误区什么 中国政府是想楼市缓慢上涨呢 那你又是个误区了 你又是没有把握好 这个所谓多轨制这个东西 什么叫多轨制呢 就是你的价格 你所谓的缓慢上涨是哪个缓慢上涨呢 是它征税的价格缓慢上涨呢 是银行贷款的缓慢上涨 还是你成交的价格缓慢上涨呢 对不对啊 那全是分开的 那你就是很多人说你不姓赵 我之前发过一个视频 我贴到下面 没看过的朋友看一下 我当时说的是什么 地方与中央的关系 是跟中国楼市关系很大的 就是当年就是什么 就是土地财政怎么来的 就是因为细胞子 把地方的财源弄到中央去了 地方没钱 才搞了个土地财政出来 楼市的泡沫是 我说的这个细胞子不是指个人 我更多的是一种隐喻 所以很多人要习惯过来 我说的细胞子 它更多的是一种代表性的一种图腾 你不要以为我真在讲细胞子一个人 就可能说的是这套班子 或者说怎么样 就细胞子搞的 2018年的时候 它那个政治局开会 当时已经非常深刻了 我在好几年之前炒楼的 你如果跟进开中国楼市 你知道2018年的时候 是吓死个人 当时中央政治局首次提出 坚决遏制房地产上涨 而不是过快上涨 把过快两个字去掉 当然坚决遏制上涨 你就已经开始 不是说什么缓慢上涨 都不玩的一套了 你再回到这一次 为什么要搞什么房地产贷款 集中都管理呢 就是来源于中央不想 那个信贷流入楼市 因为我说了 你地方搞个土地财政 那地方肯定解决了 但是你地方的土地财政 就来源于这个信贷 这个信贷是风险就架在中央那里 因为你说人民币崩了 或者说整个金融秩序乱了 是中央这一块 中央银行 因为央行是中央的 所以你地方你自己 只顾着自己的土地财政 你把整个中央的金融秩序搞乱了 所以这个地方与中央之间就产生了一个矛盾 然后这一次真正2021年 这一次真把楼市搞得够呛 也是中央拒绝把他的钱搞到楼市里面去 他就搞了个房贷集中度管理 所以里面就意思 就是你全款买房 你用你自己的钱 那你爱怎样怎样 但是你不要把我中央的钱带进去 明白没有 你地方你炒房 你爱怎么炒怎么炒 但是我中央的钱不要搭进去 不要搞乱中央的金融秩序 你明白 就是里面还是对于他的这种历史的梳理 还有对于这里面的机制 地方与中央的矛盾 还有这种里面他一直以来的怎么来的 对吧 从2018年 就是去年每一个时期推出的什么东西 这都要混在一起说 所以就里面还是不准确 反正我总结一下 就是第一个多鬼子 你还是要捉住这个东西 你没离开的这个东西 你怎么谈的没有意见和意思 你不要把几个价格混在一起 说因为你死了 你被迫二则三则卖出你的房子 是你的事 那这跟中政府的那个收税价格也没关系 跟银行也没关系 那是里的事 然后你说什么一二线城市 现在不要再说这一套了 已经没有任何意义 而且中央你了解清楚这个东西 你的利益永远不可能绑架中国共产党 有人为什么会中招呢 为什么会踩着这个陷阱呢 他还是认为自己能绑定共产党的利益 我的房地产是绑架中央的 你刚才绑架不了 现在就是所以就全踩坑了 当年恒大就写个文章 就去求广东市政府 求中央政府 最后就求不了 所以他觉得我是不是能绑架中央 绑架不了 为什么不好说 现在还不好说 还早 说这个还早 所以最后还早 反正习包是怎么想的 它的底牌是什么 现在我们还看不透 只是一种猜想 都是猜想 好不好 他是不是想推房地产税 先把它冻结起来 这些不好说 不好说 或者说是不是内斗 这些都是现在只是分析 先聊到这 觉得有点意思 点赞 点赞 分享 拜拜 优优独播 优优独播 优独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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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